好的 在這次的巴黎奧運上面 有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字 就叫做水花消失數 很多人都說這個詞真的非常的火紅 那講的是誰呢 講的就是中國的金牌跳水選手 全紅蟬 大家都說他真的真的是非常厲害 我們來看一點他當時的一些畫面 就知道為什麼會說是完美的消失數 因為很多人說甚至舉例 你自己在家裡下水餃 就見起來的水 可能都比他入水的時候水花還要多 你就知道他的技術有多麼高超了 那我們來談一下說 這到底全紅蟬這一次呢 整個就是在幫中國隊拿下一面金牌 也寫下他的二連霸記錄 很多人說這場比賽 被稱為是非常精彩的神仙打架比賽 因為他的對手是誰 他的對手就是中國隊的選手 也是他的學姐陳玉璽 而且大家都說呢 其實陳玉璽跟這個全紅蟬 兩個人是在女子雙人的時候 也奪下了金牌 不過我們來談到是說 他第一局的時候就非常厲害 拿下滿分 延續這個氣勢呢 成功讓他衛冕金牌 很多人都說同時 他在拿到知道比賽結果之後 他是立刻落淚了 因為他非常非常開心 但是這個眼淚其實是也有故事的 我們待會告訴您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 除了大家都知道 他已經拿下金牌的時候 在會場上也下起了 娃娃語 什麼是娃娃語呢 因為大家其實都知道 全紅蟬非常喜歡娃娃 所以很多粉絲在知道他得了金牌之後 就往場內一直丟娃娃給他 希望他可以帶回家 這個小女孩真的也是全部娃娃都帶走 自己帶不完的隊友幫忙拿 教練也幫忙拿 就是希望可以把娃娃都帶回家 不過為什麼這麼喜歡娃娃 很多人都說一個小女孩喜歡娃娃真的很正常 但其實媽媽有說她從小就很喜歡 可是因為家裡環境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沒有辦法買給她 全紅蟬也沒有跟媽媽開口過 她想要娃娃這件事情 那我們來知道 其實您真的會不知道 就是如果不說的話 大家很難想像 這樣子一個跳水王者 戰上奧運 他付出了多少的代價 請我們來聊一下他整個在跳水生涯 他7歲的時候 就遇到他人生中的第一個貴人 當時的教練 是到了農村要來選下一個 中國的跳水星星 而且看到他 其實就是在跳格子的時候 發現他真的很有潛力 所以就請他一起加入了跳水隊 7歲的時候他就入行了 那我們看到後來 因為媽媽的生病的關係 所以他不得不來籌錢 準備要來幫媽媽醫治 就算康復了 也是花了家中所有的積蓄 他就很想要努力 趕快再拼出一個好成績 把獎金拿來 就是幫媽媽來治病 終於讓他站上了國際舞台 要來聊到的是上一屆的東京奧運 他成功拿下金牌 那現在大家都說到底是誰 除了家人 還有他的第一個貴人 是誰支撐他到 能夠站上奧運的舞台 很多人說這兩個林地要提 第一個是我們剛剛說的 同樣也是來自中國跳水隊的 就是這個選手 也是他的學姐 就是陳玉琦 他其實都有說 這次全紅彩在比賽的時候 相當的心情不錯 原因就是說 如果他就算沒有辦法撐住的話 背後還有陳玉琦在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他的教練 他教練被稱為是非常仙氣的 一個教練叫做陳洛琳 其實他之前也非常厲害 因為他其實也是五金的跳水霸主 很多人說就是因為這兩個人 加上他努力不懈 讓他可以成功站上舞台 而現在陳洛琳的弟弟 也加入了跳水行列 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星星 也備受注目 時間交給趙和 或許多远 要以後 一定會不會成功 好 快點 孭金 這也是我練體育這麼久以來受過最嚴重的傷 然後膝蓋有點肌肩那個部分就有點空空的感覺 造出來結果就是最上面的部分斷了大概50%的程度 我其實當下聽到斷了之後 醫生建議我不要上去跑的時候 我其實當下蠻難過就是我有哭了一下 心路歷程就其實蠻難受的 那這也是我其實算是練體育這麼久以來受過最嚴重的傷 那就有點小難過 對 那畢竟都站到這個舞台上面來了 那我也畢竟自己努力來到這裡來到奧運的舞台上 那我也還是希望站上去然後帶著遺憾的結束它 我來到8月19號來巴黎 然後我29號去訓練的時候 那天其實熱身也有做主 那也沒有就是說什麼膝蓋不太舒服 然後可是跨那天要跨籃架的時候 跨第二個籃一上去一推的時候 膝蓋就出現一聲聲音 然後膝蓋就腫起來了 那原本是想說就不練籃架還可以跑一下 但是衝起來當下去跑一下的時候就會覺得膝蓋蠻不舒服的 然後膝蓋有點就是肌肩那個部分就有點空空的感覺 那我當下其實希望它不要到這麼嚴重 可是回來照 回來給另一周一次照超音波的時候 其實那邊已經腫了一大塊 就是所以我們就安排了這邊的核磁工程去照一下 照出來的結果就是最上面的部分 斷了大概50%的程度 我其實當下聽到斷了之後 醫生建議我不要上去跑的時候 他們說回去要開導 我其實當下蠻難過 就是我有哭了一下 但我馬上調整好心情 我就跟周恩醫師講說 那開導要修多久 要多久我才能恢復 對對對 他大概抓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對但我的心態其實都算蠻好的 我一直都是蠻樂觀的心態 就包括這次受傷我倒覺得說 可能 可能就是 就是最好的安排 我覺得沒有選手或是沒有任何一個運動人 想要去比賽場上 沒錯 就最好的自己 火鍋田徑跨欄好手彭銘陽 這次再度前往法國巴黎奧運賽場 而大家都知道他是個開朗活潑的人 因此特別喜歡和各國選手交換回章 可以看到奧運才剛開幕 他身上的袋子已經掛滿各式各樣的徽章 我已經換了四十幾個國家了 但是上面掛不下了 所以這上面大概只有三十幾個而已 哪一個很特別 其實我覺得那個 那個素籃的這個蠻特別 但其實這次中華隊在奧運的徽章相當受到歡迎 尤其是這款珍珠奶茶的 右邊還有巴黎鐵塔 左邊則是三顆象徵法國國旗的紅白來按心 各國選手都搶著想換 另外還有這個台位十足的且只帶鑰匙圈 這次首度登上巴黎奧運也是吸引各國目光 中華隊選手們自己也愛不釋手 掛在身上一眼就能看出 I come from Taiwan 東森新聞 蔡炳如 黃圓圓 法國 巴黎報導 推播時間 最新的奧運戰報 邀請尾鴻來告訴我們 好 我們是帶來關心2024巴黎奧運的最新賽事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我國的羽羞一姐 也是世界的羽羞天后 戴姿穎其實他平時就是非常努力來練習 今天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畫面就是他今天 其實出現在了巴黎奧運的現場 可以聽說其實這一次他在巴黎奧運的時候 是擔任我國的掌棋官 而他自己也說這會是非常難忘的一次奧運 怎麼說呢 因為這一回可說是他的奧運最後義務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戴姿穎的小檔案 其實他的生涯戰績非常的豐富 以517場的勝利 曾經最高的排名就是在2016年的時候 拿到了世界排名第一 這也是他生涯的最高峰 其實戴姿穎從小的時候就展現出了他的羽羞天賦 我們來看到其實他在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就加入了羽羞隊 在當時是史上最年輕的甲祖選手 15歲的時候參加了首場的國際賽事 就展露了頭角 直到2016年創下了自己的巔峰 而這一回其實出戰巴黎奧運 其實有一個小故事 就是其實他在東京奧運結束後 原本就打算要來退休了 但是因為當時碰上了疫情 其實有很多的休息時間 所以讓戴姿穎決定這一回再來出戰奧運 我們來看一下他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也就是2點半的時候 就回來進行女子單打的分組循環賽 將對戰的就是比利時的選手 譚蓮妮 能否為自己的奧運最後一舞舞出夾擊 外界都是非常期待 嘗試看 用主動物比較難